已经有40几年历史的喉洞路桥 是在民国59年当时 为了让喉洞的居民跨越车站所规划建设的 新北市政府从去年开始积极规划这一座路桥的改建 在工程进行前还特别参考了当地民众们的建议 把猫村的特色都融入在其中 而且还结合了煤矿园区的隧道意向 才完成了这一座全新的景观路桥 内方区的喉洞原本是历史煤矿产地 但活动猫特别亲近人 因此活动猫村的知名度逐渐打开 在25号的记者会上 师傅除了公布新的猫桥特色以外 也预告许多精彩活动邀请民众前来参加 这个猫村里面大概有将近100只的猫 我们68只把它做三合一疫苗的一个注射 那另外我们在荣誉局也为了配合这个活动 我们会再办一个在免费的议诊 帮所有的游客把你家里的爱猫带来的时候 我们帮它议诊 那另外还有我们会把我们收容所里面 有很多可爱的猫也会一起带过去 让所有的游客能够来嫩养我们的最可爱的猫 听方表示陆桥经历长时间的改建 当桥旁边的围离拆开之后 欢南一新的猫桥将为活动注入性的活力 同时它也是全国首创的人猫共用路桥 除了考量人的使用之外 也代表对动物的尊重以及爱护 是全国首创的之外 连猫的整个一个外观的意象都有考虑到了 所以猫在这个空间里面行走跟人 这个除了代表我们新北市政府对人的尊重之外 也对动物跟生命的一个尊重 这个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猫村的一座桥廊 我们也期盼说这一系列的活动能够造成未来在除了瑞邦以外 新北市各个地点的官方产业也能够同样的方式来推动 唯有结合民间跟政府的一个力量 这才是推动我们产业最大的动力 另外在活动当地也为猫咪施作不少贴心设计 例如愿军管前的便当箱 以占满包覆的特制跳台供猫玩耍 椅垫下也有供猫躲藏小狗追逐的空间 猫桥是国内第一座人猫观光的路桥 不仅结合了洞宝观光艺文等元素 也可为活动增添观光旅游的特色 杰鲁强视频长报道 感谢观看